講到請問這個海面區 中南部是海產這個可以說是大宗 生產的大宗 但是那一邊有非常嚴重的工業污染 那這個您知道嗎 沿海養殖業為什麼會有這種重新俗的問題 大家知道其實我們在台灣的這些化學工廠 可能它沿著河川就把它排放了一些廢水 那廢水沿著滋流到了一個主要河川 然後流到我們的海裡面 哪裡的濃度最高 一定是沿海附近的濃度最高 重金屬的毒害比較有名的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葛中毒跟生中毒 那葛中毒其實之前包括我們之前有 在桃園觀音像有一些革命事件 那葛中毒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有一個病叫做痛痛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是在1931年在日本一個富山縣 一個神通川流域 它一樣它就因為整片的一個 因為我們的一個葛污染事件 那造成當地居民得到一個很奇怪的病 它就是開始會開始是我們的手關節 腳關節我們腰關節開始覺得酸酸痛痛的 可是之後就越來越痛 然後方便所有的民醫給任何的止痛藥消炎藥 都不會改善 然後最後造成骨骼變形 然後疼痛到最後它只要一咳嗽 骨頭就斷掉 哎呦 骨質疏鬆才會吧 對這嚴重的骨質 一咳嗽就骨頭就出現裂痕 那除了咳之外我們剛剛講 還有常見的叫深中毒 就是披霜 哦 對 古代人要死人 對 披霜 披霜吃了會怎麼樣 會噁心 嘔吐 呼吸衰竭 口吐白沫 口吐白沫死亡 這叫急性的中毒 對 那慢性中毒的話 大家其實 台灣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 沿海地帶的一個叫烏角病 烏角病 那就是一個深中毒 雲林跟嘉義 雲嘉南地區 那那邊的烏角病 其實它主要是造成我們皮膚的一些 血管 還有皮膚的一些黑色素沉積 還有一些血管發炎 那這個烏角病久了之後 其實還會造成我們所謂的 皮膚癌 那這個是一個 完全沒辦法治癒的一個疾病 那現在大家一定會擔心說 你買的蛤蜊有沒有漂白的問題 我們現在請洪醫師來幫我們做一個檢測 再來我們蛤蜊 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最常加的叫做一個過氧化氫 這是雙氧水 那市售上有很多這種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試劑 只要簡單的滴個一兩滴 就可以 那這種試劑的內容物 大部分都是一些 吸流酸 還有一些點化鉀的一個混合試劑 它滴到我們的雙氧水過氧化氣裡面 就會產生一些 那如果我們等一下滴下去 有看到有黃色或藍色變色 這個就是有含有過氧化氣 那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點這顆 直接點在蛤蜊上面就可以 看起來好像沒有 這個並沒有的 對 是安全的 好那我們來滴這邊 出現了 黃的 黃色 好黃喔 黃的喔 這樣子馬上就會吃到 對 立刻會變得非常黃 它的顏色也的確是比較乾淨 比較偏白 對 那這個的話就很正常 看起來就是正常的 不過這個蛤蜊 本來看起來這個顏色就已經有點不難了 怪怪的 不是啦 太乾淨了 一般消費者就喜歡買乾淨 就覺得說它有一點髒髒的感覺 對 好那接下來大家還是很關心 要說我們到底在菜市場 應該要怎麼樣去挑選呢 邱翔老師 好其實蛤蜊是一個天然的環境 底下長出來的東西 對啊 它不可能說 它幹嘛都把人家搞不天然 對 所以呢 你去買的時候像這個顏色 就是有深有淺的 對 那像這個就是已經有飄過了 它皮呢 皮比較光亮 比較光亮 對 我有一次到美國去 我妹妹來從美國買那個蛤蜊 真的都是一些胎在上面 對 回家用刷子硬刷 可是我們台灣的蛤蜊 如果是這樣子沒有人要買 所以我們消費者真的要負很大的責任 所以這個也是有處理 可是處理的比較沒有那麼多藥 這個是沒有 完全沒有 對也是沒有 它只是就是 就是撈上來的時候 就是用水去把它洗 可是你看它的這個 最底部的地方兩個人 它的顏色就不一樣了 對 對 它就會比較白 我們挑蛤蜊的時候 因為在賣 對 在賣的人 他一定就是說 我有跟你挑過了 其實 裡面的包紗的反而更重 它怎麼可以跟你挑掉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兩個 要聽那個清脆的聲音 那這個沒問題的話 你就再換一個 等到它有那個 或者是不是那個清脆的聲音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就不清脆 對 這個就是控掉的 因為死掉的時候 它的肉會縮起 縮起就有縫隙 所以就會有空隙 超小的聲音 那像這個其實 一定很清脆 像這個其實 剛剛還有開開的 對不對 就是清脆的聲音 很清脆 很清脆的聲音 對 很清脆 對 這個是我出來的時候 才從我的水裡面的 是 是 你看這個 非常的 看起來顏色就差很多 對 是 還有就是我們看你 因為它都有一些紋路 對 那如果紋路的話 它有的把它刷到很乾淨的話 也不要 也不要 對 好 那現在非常謝謝邱香老師 教我們怎麼挑個禮 謝謝 好 錄到這裡呢 其實大家都越來越沒勁了 真的 因為已經不知道 生活到底要如何 非常沉動 因為只有一種人很開心 誰 他們現在一定很開心 想說我本來就不能吃 對 好 不過接下來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持續地 面對現實 麻煩潔琳來告訴我們 我們還要注意哪些事呢 再來就是呢 從小啊 爸爸媽媽就說 一定要吃魚喔 因為吃魚會變健康 而且會變聰明 但琳琳要告訴大家 這是錯的喔 我們最喜歡吃的 石斑魚竟然被抓到裡面 含有功能的禁藥 怎麼會這樣呢 趕快來看一下這則新聞報導 來到屏東訪聊這座倉庫 發現裡頭囤積上千公斤的 非法藥物 追查出張姓祖賢透過管道 取得含有劇毒的管制化學物品 在自行印製像是智叢林 萬能傘這類的消毒消炎標籤 賣給不知情的養殖戶 強調魚吃了就不會生病 高屏地區養殖的石斑魚 全台市占率高達8成 俗石斑魚可能已經流竄 全台客餐廳 而時間長達5年之久 好可怕喔 超級皮疙瘩器來… 真的 請問一下洪醫師喔 這個商人真的是有夠要求 太壞了 石斑魚是我們的外銷大眾 那石斑魚裡面 加了一些農藥跟工業的禁藥 到底吃下去 對我們人體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希望在一個 池子裡面養越多的石斑 當養殖密度越多的時候 你知道魚在裡面會 會受傷會碰撞 會摸 那一會兒就產生一些 白點 爛奇 爛尾 而且這一傳染下去 是整枯完蛋 沒有錯 我們養魚如果這樣 我們就把那一缸倒掉 不要再污染給下一缸 可是它整池 它辛辛苦苦養了半年 養了八個月 可能準備要收成了 所以它絕對不允許 這種事情會發生 所以它會把你的水池裡面 給它加了一些東西 讓它不會長真菌 我們講不會長水煤 是 那加一些抗生素 讓它不會長細菌 讓它在一個很乾淨 很無菌的環境下 平平安安長大 下體內蟲的藥 對 那會變成會下一些什麼藥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這個什麼萬寧散 什麼其實這有二三十種 不同的一些成分 那最常見的有一些像 那叫辛蒙奶蒲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我們植物 在殺那些真菌 碳驅病的 就是預防黴菌 這一類的藥 它也給它用在 用在我們的那個魚池裡面 對 那第二個是 我們假如叫加寶力 加寶力是什麼東西 我們講農作物 我們要殺一些牙蟲 殺一些那個螞蟻的時候 會加一個農藥叫加寶力 對 甚至有一些狗 養狗要除藻 也會用加寶力 他一樣把它用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我剛剛講的 要怎麼殺菌 會用一個叫做 重個酸甲 跟重個酸桶 因為它是一個PH 大概是3.45左右的一個酸性物質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跟剛剛講的又有一個 腐蝕性黏膜 肺癢 穿孔這些問題 那它會影響 還有一個很重大的影響 就會造成我們血液的那個 紅血球融血 那紅血球融血融化的話 就會產生一連串的一些平血 還有一些我們講高血甲等等 甚至造成我們的急性腎衰竭 那還有一個會造成我們的那個 心肺功能衰竭 它會影響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你跟我或許都有吃過 我覺得不是或許機率還滿高的 表現出來的很高 是耳心嘔吐然後疲勞 那我們想說有一個 剛講有一個叫心猛奶譜這個東西 它含有心含有猛 那猛也是世界中毒啊 對 那猛是什麼東西 剛剛大家有在討論猛 猛在中毒的時候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它表現出來的就是一些疲勞 噁心嘔吐肌肉這樣 可是到了第二階段中期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有一些抖動 然後情緒控制不佳 那甚至有一些出現一些試幻覺 一些聽幻覺 那如果是要到更嚴重的第三期的時候 它會出類似我們巴金深圳 開始一個大量的抖動 然後講話結結巴巴 然後沒辦法 這個就是一個猛中毒的一個案件 所以可是照你這樣說啊 應該就是比方說大家是很常吃 它有可能累積到這個量對不對 營養又美味的海鮮鍋 熱騰騰上桌囉 甜甜快點 不好意思 你剛剛從第一盤你在叫你選蝦的時候 你就在等待啦 我覺得咖哩跟這樣海鮮搭起來 真的很好吃 整鍋都是亮片 今天吃得很開心 很開心 要不要幫你們吃完白飯 如果有的話